現在都靠他賺錢養家 其實台北市長薪水不高 現在只有台大的一半 好像去年的扣角平單220萬 我在想我們最後三個月真的要考這個 不然沒辦法 因為最後三個月我們沒有錢買廣告 大概就這樣拍一拍 也許拍畫質好一點 上映出 我跟你講我以前在當市長我最討厭什麼 每次出車禍什麼普悠碼 或是什麼地震就要捐一個月薪水 台灣天災又很多 我又沒有貪路我怎麼那麼多錢 買房子是這樣啦 坦白講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個棋 你今天這個樣子 你們對得起你們以前那些奮鬥的人嗎 前從哪裡來其實是關鍵 柯文哲今天認了一個是最輕微的 就是人設崩壞而已 違背承諾 這個其實也是嚴峰議員整理出來的 他當時說他這1.1億要做什麼 他說要做公益跟政黨使用 如果是公益跟政黨使用 他政黨使用就是這個買的房產要登記給民眾黨 如果是公益使用 他至少要登記給公益團體嘛 就買了之後現在聽起來是他還在做包租公 顯然就跟這一個他當時的承諾違背 假設他是用選舉補助款 沒有違法的問題 但是你當初不是說嗎 這筆錢要來發展組織嗎 要做公益嗎 要給黨部營運嗎 通通違背承諾 對 所以他變成包租公 包租公就自己私利嘛 就不是在公益使用 也不是政黨就是民眾黨使用 他如果是包租公 他有收租金他就要申報 正常來講要 不過他今年才買 所以可能還沒到明年報稅期 明年看他報了怎麼樣 一般來講他私人報稅我們也看不到 因為不是政治獻金 又把一筆應該是小草含辛茹苦投票給他 非常努力的支持他之後 那個錢又變成他跑到私人口袋去 另外一個什麼 為什麼說他這樣的 法律上面這是最輕的 他只是被寄承諾而已 因為如果是財產來源不明 就是說他現在講說 那個錢不知道哪裡來 其實他未來也會面對 一個同一個問題 是因為陳佩琦去看1.2億的豪宅 如果以他前面已經先花了 這個4000多萬 他其實剩沒多少錢 為什麼還有錢可以去看豪宅1.2億 那錢會都不容 那法律上比較嚴肅的課題在於說 因為阿伯現階段有這個金華城 可能被列為貪污自罪條例的 這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所以錢有沒有可能來自於金主呢 就是檢察官後面就會查 因為我們在貪污自罪條例 有對價圖利關係的金主 對 最基本就是說 如果錢沒辦法解釋清楚的話 他有一條叫做財產來源不明罪 所以他如果現階段在金華城後面 因為彭政生我們等一下會講 他已經變成一個 已經即將 副市長都已經被列 列被告之外 涉嫌重大 這是檢察官的認定 如果彭政生往上走 當然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裡面 如果涉及的是貪污自罪條例的案件 他裡面的每一分的財產 可能都被檢察官要求他解釋清楚 他現在解釋的方式是說 我先講 我人設就算了 誠信就算了 我全部推給說 我就是拿選票的補助款 去買這個房子 但是後面 因為他的陳佩琪 也還在看這個1.2億豪宅 他家的現金流 有夠強 買房子都不用貸款 直接拿現金去買 他媽媽辦公室 還可以買兒子的新房 還可以買自己要換的房子 甚至有可能幫公公婆婆制產 他現在目前房產 網路上是叫什麼 三宅一生 如果再加上陳佩琪再去看 可能就不止 所以他裡面的財產 怎麼兩個 其實檢察官要算很容易 因為他跟他太太都從事公職 公職的薪水多少 薪水是算得出來的 如果這段期間裡面 他突然暴增了一些財產 他解釋不明的話 他至少就會是不明罪 那他如果在 因為我要這樣講 北檢現在合併了 把他的政治現金的案子 合併在這個同一組 在同一組的這個 算是金華城等等三大案 合併完之後 因為他目前的帳房 不論是木可公司的 董事長李文娟 或者是他的會計師端木正 所有的這些處所 都被搜索扣押 账策都被扣走了 這會在同一組 你們會去比對說 你這個金流到底來自於哪裡 為什麼可以有錢到說 我現金就直接砸下去 四千多萬就買 可以說我看得起 你看前一天發聲明說 我繳不起那個管理費 隔一天說 我們當了那麼久的 那個三十年的服務 要買一元的豪宅也不為過 你看前面已經先砸了 四千多萬現金下去了 後面要再買一元的豪宅也不為過 他們的錢從哪裡來 檢察官以後會理論上面 雖然他現在變稱說 這個是選舉補助館 但是一筆一筆 檢察官未來都會把比對清楚 好 來 葛瑞絲 這個 陪基看房子 陪基看房子 防一防二防三防四 陪基看房子 陳志涵幹得很好 我跟你講 陳志涵啊 你上次挑釁林嚴峰 說你是北投居民 說要罷免林嚴峰嘛 對不對 結果你看 你看我們上演的這齣浴火鳳凰 才真正的是火烤柯文哲 我跟你講 房子的事情 有太多的巧合 這種巧合 我認為 不是單純的巧合 剛剛吳崑玉的分析 是一個數學題 那我們來看 我們本來從監察院的資料 來看我們就很清楚 本來他的這個報 這個本來在結算金額 這個帳戶的餘款 餘額呢 是有這個所謂3億3的左右 那跟這個收支 就是收支跟餘額 結果發現多少 短差了2723萬嘛 因為有短差才需要端木正 來幫你去做所謂調節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問柯文哲 為什麼需要調節呢 也就是說 短差的那些錢 到底跑去哪裡了 這才是大家一直在追的地方嘛 對不對 好 結果我跟你講 恐怖的巧合 就在我們iPhone 林嚴峰的這個 神算之中 你看 柯文哲錢從哪裡來 大家還想 本來我們算出來的 2723萬 然後9800元 扣掉 當初時樂跟尼奧說 沒有拿到的916萬元 結果剩下多少 剛好剩下 一千八百零七萬九千八百元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重點是 如果 柯文哲 他買的這間房子 是4300萬 買的嘛 然後呢 再加上 柯文哲的競選申報 也就是說他口袋裡面 本來的 2464萬元 你知道 這樣兩個 一扣起來 剩下多少 剛好剩下 一千八百萬元 也就是說 怎麼會這麼剛剛好 補足了你們家的差額啊 怎麼那麼剛好 木可的這個 誤報 漏報的帳 剛好就是他買房子的差額 剛好啊 加上自己口袋的錢 剛剛好 就可以在擠南路 買下 這個所謂4300萬房子 而且還距離 剛剛那一首歌嘛 距離佩琦看的房子 也只有三分鐘 所以你難以想像 他們家到底是在預謀什麼 還是說 他們不小心做了什麼 結果被林連鋒 發現了 好 來 4X貓來辦案一下 我要先說 剛剛就提到的那些資料 每一個人有電腦就可以查 因為我直接就用電腦查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只要上網 貓貓就在家裡也辦案了 我就是 看 嚴峰的資料之後 我也是查一下 這種東西只要上網 花10塊錢 你就可以找到了 這跟國家機器沒有關係 這真的不是國家機器 再說一次 只要花10塊錢 你就可以在網路上取得這些資料 這種資訊公開 對 你只要有地址 因為剛剛有提到地址了嘛 有地址那你去查 然後一查的時候就會有 你看 柯XX 然後身分證之後 第一個是J J就是新竹縣 對 就可以知道說 而且他這邊 因為如果你有貸款的話 這邊會有項目 可是他沒有 就代表說他真的是用現金 然後花了4300萬買的 而且你知道 我剛剛其實有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他歷年的資料 歷年的資料 我有看他那個歷年的資料 他真的 他是買最貴的 他是88萬一坪 你看他排行榜第一名 這東西就是那一棟大樓的 實價登錄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買的是最貴的 我想說阿伯 阿伯就是真的很肯花錢 然後另外我們看了 也就是阿伯真的很怕唱的 對 我就講說他應該沒殺價吧 整棟樓最高價 他應該沒殺價 直接人家開多少他就直接 我要趕快買 不然我錢要放在哪裡 然後我就再幫人家排一下說 因為剛剛有一個說很近 但是有多見大家沒什麼概念 放平面圖大家就比較有概念 這個就是立法院的大樓 研究大樓 就是立法委員在這邊 院群中心大樓 對 然後開記者會 通常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就是上次去看的 1.2億的豪宅 然後這次就是4300萬的擠南大樓 你知道這樣子看起來像什麼 像玩大富翁 阿伯這一整條路都要 有沒有 而且就是 阿徒波 對 一格一格又一格 就是個大富翁的概念 我們那個時候 原來我們那個時候 七鳥東路的活動的時候 因為這邊有個7-7 我們這邊買飲料盒 原來我們已經在 阿伯的財產範圍裡面 對啊 已經在阿伯的地盤了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有沒有 因為它前後也就200公尺 它是一個一分鐘生活圈 阿伯真的很會選地點 對啊 你看這邊上班 這邊開記者會 然後這邊回家 那佩琪只要在窗口還說 誒 柯文哲回來吃飯了 他就可以走了 你就知道有多近了 難怪怪奇呢 而且那兩棟房子中間 還夾一個雙月 隨便把雙月帶過來 不煮飯還可以下樓吃有沒有 對 你看很方便 這讓我們講 剛剛阿伯當然說法是說 他講說他是參考其他政黨 他說他們怎麼三分之一 因為他一億多 然後三分之一就是3000多萬 三分之二就是7000多萬 他說他3000多萬是捐給黨 然後7000萬是說什麼 自由運用怎麼樣的 可是他沒有講清楚說 他買這一棟 到底是用擋的那3000多萬 還是用自己的7000多萬 因為他只說這個是用來做一個 他到底那個3000多萬 到底有沒有捐 對 怎麼也沒有 不不 施殺貓剛才講到重點 對 因為他講得很含糊 對 他沒有說他用的是 擋的那3000多萬 他可以說我把擋的3000多萬 拿來買了一個房子 以後到如果黨主席辦公室 我也是捐給黨 那因為3000多萬捐 不一定會真的進到黨部裡頭 對不對 到底用3000萬的錢買的 還是用他自己可以運用的錢買的 因為剛剛記者追問他的時候 你看剛剛追問他的時候 他講說我這是個人的 然後他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說好會參考別人 什麼三分之一捐黨 而且提到小英 但是他沒有講清楚說 那所以你買這棟是用7000多萬買 還是用3000多萬買 而且我們看一下 那個因為剛剛兩個黨都發聲明 因為都講說我們參考其他黨 然後其他黨就發聲明說 我們都用租的 只有你用買的 剛剛最新的聲明就 蔡英文那邊辦公室也說 他們用租的 那只有你用的 那我們看一下當初 當初的賴清德 他說是捐分三分之一捐公益 然後提供創黨建黨佑 然後還有一個照顧弱勢 然後國民黨是全部捐給黨中央 國民黨全部捐給黨中央 他這樣寫的 侯友宜全部捐了 他這樣寫的 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蠻不錯的 侯友宜的特例 侯友宜蠻不錯的 對 兩個都是這樣子有用 然後他那個時候講得很好聽 就講說 他要捐公益 他要捐公益 就當民族組織經營 對 他就講過 就講了一堆 結果跑去買房 而且 來 我們再看一次 買房上面登記的地址是 柯XX